君子比试 点到为止 这是我们侍卫用的道 对于姑娘家来说 有些沉 无妨 优优独播 吓哑 封 优优独播 确子 闪在出 当下 与验远 可慰 钢 优独播 我赢了 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 但你的全部招式 皆为刺剑 突剑 而你用的剑法 我恰好知道 清风九十剑 这是清风派 觅而不传的顶级剑法 而正好 清风派已归顺无封 说 你是清风派什么人 我不是清风派的人 清风派的嫡传弟子 顶多也就精通三四室 能够全部掌握 九十剑法的人屈指格数 你说你不是清风派 一盘红烟 最长的流香时间 不过是二十分 时间越久 气味越难 越难追踪 你可得抓紧啊 香味已经很淡了 都是蜡烛燃烧的气味 ド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用的是剑法 不是刀法 你不是宫盛之人 秦凡本来似乎不愿意违背宫盛 祖训加规 但我绝不允许你在后山遇到任何不测 于是逼迫他和我比武打赌 证明我自己是能够保护于公子的 你为何不允许我遇到不测 你说呢 好 所以你是比武输了 您和公子上一起耍赖 逼迫金凡对吗 不是 我赢了 你赢了金凡 可能他本就内心有愧 再加上碍于我的身份 所以对我手下留情了吧 但他始终不认我是你 你的职任夫人 觉得我没有资格进入后山 最后才想了这个下下策 将他的律遇手还给了我 让我代替他 以律遇室的身份进来 那现在你到底是职任夫人呢 还是律遇室啊 都还没正式败过天地 当然不是职任夫人了 那这位律遇室大人 能否请你把那边冷的药 周再热一下 我的职任夫人有些饿了 我来吧 你去坐这儿 那怎么行 我怕冷啊 靠近早才暖和 不过说 我不过说 不过说 你有什么心愿吗 没有 一个想做的事都没有 人心里总要有点念想 才能熬过现在的苦吧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我就想过着寻常人家的日子 为心爱的人细夷 冲衷 在大雪风扇的影视角落里 点一盏灯 手艺争恶火 靠着无人打扰 死生的日子 你干吗想我 我哪有啊 只是没想到姐姐还这么少女心 快睡 找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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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不苦 不苦 以后都不会让你吃苦的 有人在煎药吗 放下药瓶 不然刀刃无言 原来是云姑娘 三宫半夜在这医馆里鬼鬼祟祟 所非何事 我奉执任之命前来医馆 何来鬼祟祟祖 沿路侍为权斗之情 并为我指路 如若不幸 执公子可以前去询问 他们知道你来医馆 但他们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我来帮执任大人 配一些安神的汤药 未经允许善入医馆者 执公可斩于刀下 你可知道 执任大人的允许 也不算吗 衣服上有朱砂的痕迹 汤药里有消失的气味 还有山枝 云姑娘 这几味药 可不是什么安神之物啊 你是在配毒 宫门族人 皆服用纸公子亲自调配的白草萃 毒药能有何用 除非你的白草萃 有问题 喝一杯 这是帮执任大人配的汤药 我不能喝 安神之物 你怕什么 我没有资格喝执任大人的汤药 我这里药材很多 再帮你煎一份送到羽公就是了 这医馆归我只工管下 这送出去的东西 万一把羽公子喝坏了 可就说不清楚了 可以了吗 只工子你想干什么 我好歹也是执任夫人 执任夫人 我连执任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你这个夫人 你也赔 不管我是谁 若我真在你手上出了诗 你说得清吗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月黑风高 无灯无火 我在医馆之内 找到你这么一个盗药之人 然后将其斩杀 其后发现这个盗药之人 是宫门内的准新娘 我何罪之忧 如果再在你的尸首上 发现些许毒药 就更加没有人会怀疑 我先斩后奏了 毒药吗 我有的是 公允止 公允止 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 公子羽 你可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 不然我为何敢来护他 真好 你告诉我 堂堂执任派自己尚未过门的妻子 半夜潜入医馆 暗中制作毒药 是要给谁用啊 我是职人 没必要跟你交代这些 你醒了 你也说 真暖我 这是乡龙里 你帮我准备的衣服 我只是烘热了而已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突泡寒冰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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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脉被风吹落成沙 和柳带我回家回家 天上云不说话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还好吗 云枯了就变成晚霞 看天空开出了花 啊啊啊啊啊啊啊 云和你能遇见吗 每朵浪花 都在问他 大地中会滋涯 会长出一双翅膀 带我翱翔 和你不一样 你们总是对我讲 而我心上 有一点光 你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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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留下来 是为了叫我复学三十 但是我没学会 工资无心高 应该很快可以学成的 工资无需担心 刚刚那些话 我从后山回来的路上 就一直在心里念叨着 我有好多好多话 都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但你没在门口等我 我想进去 我想看着你 当着你的面 告诉你 我在后山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 我现在 退不开这扇门了 门上有锁 门上没有锁 但我心里又 想的 下山发生了 你自己就去哪里 你愿意大开吗 你愿意大开吗 我猜想 宫尚决应该是许了姨娘 送她出宫门 放她自由 母亲死了 父亲也死了 姨娘在宫门中 确实没什么可以留恋的 那你呢 安芸 宫尚决是不是也许了你某样东西 宫尚决给了你什么东西 你能告诉我吗 我能给你吗 你是不是跟姨娘一样也想要自由 只要你想 我可以放你自由 自由两个字对我来说 太奢侈了 玉公子 在你心里 现在是不是已经认定我背叛你了 如果我说 请芝然他人再相信我一次 你会相信我吗 你会相信我吗 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 扇着光 拎着雨 我把岁月布置成几句 等着你 每次相逢都是运气 每次离别都是叹息 缘分在等到风落冰 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 像谜语 没谜底 我用回忆风波浪 你到底要拿这个做什么 每一针都是你 做一朵不长心的云 只字只手 贪字无疑 我自不悔 红尘赌气 我跨越山水奔向你 找到你 抱紧你的心 不在乎他们的提醒 你是不是跟姨娘一样 也想要自由 只要你想 我可以放你自由 在心里 刻下我和你 你的 我的 小甜蜜 看来在血脉这件事上 公上就很难再有突破口 如果公子鱼能够成功通过三观试炼 她的职任职位也就无可撼动 你表面配合 把那半张一案给我 却在暗地里和乌鸡联合 让公上却在长老院丢尽烟面 同时也在公子鱼面前 封尽了好感 这些还是厉害 各平本事吧 这也叫各平本事 也不怕牵连我 你逼我讨要一案去博宫双军环境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 你内力紊乱 半月之音的捉烧不好说吧 我销炼的是极英之法 和捉烧制度彼此对冲 再难受 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 而你修炼的是质阳之法 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 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 可是药材现在在我手里 要么你乖乖听话配合我 要么就慢慢地折磨吧 这些药材 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 半月之期已到 还是得离开宫门 去找对劫人领取解药 否则 都是死 早死晚死而已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出去的 你说这话 自己相信吗 在功尚觉眼皮子底下生活 不好受吧 连我尾巴都不敢露一下 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 不如你把药材给我 我替你去教话 我已经找到 出宫门的办法了 你说什么 好 谢谢姐姐 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 可以 但是 药材不太够了 你反悔了 小桥人了 姐姐 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 再和我去医馆一趟了